再接下来的日子就很平常了 十三阿格依旧忙着他的朝政 兰靖仍然管着他的服务 欢心已经完婚了 但因为就嫁在京城 要见面也不是很难 红昌也娶了亲 雍正对这个很像自己的大侄子 当然是很后代的 指了傅查氏作为他的嫡夫妓 此傅查氏非比傅查氏 这个傅查氏确确实实是出身名门 他的阿玛是玛武 现今的领侍卫大臣 在康熙朝则是做御前侍卫 前后达五十多年 在依费太子的时候 因受到串通举荐八个的玛奇的牵连 曾被彻职居系过 但在太子二次被费之后 他就又恢复了原职 一直到六十年 他又被签认为香白旗蒙古都统 只是这门亲事 蓝静却觉得有些别扭 他不是嫌弃傅查氏配不上他们 当然也不是嫌弃他这个姓氏太过招眼 你从现在可是亲王世子了 福晋的出身不能太差了 蓝静别扭的事 是这里面差了辈分 马斯卡 马奇 马武 还有李荣宝 这四个人是兄弟 现今被封为了 吕郡王的十二阿哥的福晋 就是马奇的女儿 而马武的女儿 却是被指给了米虫 这种辈分错乱的事 在清朝皇室宗亲里 倒也算是不少了 但是当与自己儿子相关之时 蓝静却还是不由得 不大舒服 不过傅查家的另一个人 却是引起了蓝静的注意 那就是李荣宝 蓝静不知道 在有洪辉这种中意的继承人之后 雍正还会不会把他的女儿 指给弘历 想想不是的可能性该很大 只是不知道将来便宜谁了 不过对于他来说 能不进皇宫 不用去跟那个败家子 皇上生那个生不完的气 应该是会过得很好的 而至于李荣宝的那一大堆的儿子们 蓝静不知道别人 却知道富衡的 这可是真正的文武双全 为人据说很是低调沉稳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女婿人选 蓝静习惯性的偏楼的特质 随着雍正登基之后 心情的放松 而开始摆脱之前的压抑 渐渐的抬头并又加以发扬光大了 居然从儿子的婚礼上 偏到了去想女婿 只可惜 现下富衡还小 配欢言是不行了 少不得这些年 先暂且的多留意着 等到欢会再大一些的时候 再说了 只是富衡准备留给小女儿了 但二女儿的女婿人选 还是要有待争选的 但蓝静却不是很担心 欢言在十三爱个府里 可是三千宠爱 寄予一身 被阿玛被哥哥 如猪如宝一样的带着 给他挑女婿 那些个备选之人 不被查个底调 连小时候那种 所谓的恶习 不被翻出来才怪呢 只是十三爱个府里 在挑别人的同时 别人也在挑他们 福尔的精神 最近虽然健好些 大夫却依然不敢说 已经痊愈 再加上 他那虚弱的身子骨 以及杀死过 阿玛小妾的名声 但凡有些真心疼女儿的 都不会将他 作为女婿的人选 蓝静其实也觉得 福尔现在不适合止婚 可是这话 却不能由他说出来 好在黎福尔到了 够止婚的年纪 还有一些时候呢 或许到时候 他的病能显著的起色 也不一定 蓝静没想到 雍正不止操心 自己儿女的婚事 连十三阿哥的 也一并的操心了起来 康熙在末年的时候 本是想给十三阿哥 再次女人的 可是随后发生了 十三阿哥和府 被染上了疾病 以及八阿哥病在 他回轮的路上的事 等十三阿哥病好了 身子却又虚了 只能是很遗憾的 恭请皇阿玛 暂且地收回了成名 再然后就是皇太后生病 接着又病逝 等守孝期过了 又这事或是那事出的 这件事最后 也就不了了之了 结果雍正不知怎的 就想起了康熙之前 还有这么一件事没做完 觉得自己既然是 子成了父爷 父亲没有完成的事物 也应该帮着他完成才对 于是在出了孝期的 第一场选秀之时 就想着挑几个 好的赐给十三阿哥 为了怕兰静知道了 会从中作梗 雍正还让皇后下了风口令 不许宫中及宫外的人露出口风 只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更何况雍正也没有可亲可爱到 所有的兄弟和嫂子弟妹们 都能够为他保守秘密 所以最终 兰静还是听到了风声 不过还没有等他 有什么想法呢 十三阿哥那边 就已经自行解决了 雍正虽然对自己 这个宝贝弟弟恨是恨其不争 最后到底还是不忍 没了他的心意 只能是信心作罢 只是以后见到兰静 比以往更加的没有好脸就是了 雍正并不是自己的老公 他有好脸没好脸 兰静才不会在乎呢 而这次十三阿哥的表现 再加上初公与他们住到一处的 敏妃娘娘的调解下 两个人的不好不坏 不嫌不淡的情形 终于也算是缓解了 其实兰静也没有想着 要与十三阿哥闹一辈子 有话说 不吃不傻 不做家翁 其实夫妻也是一样 凡事太较真了 也没意思 既然两个人有情 又没有打算要分开 那别扭一阵子也就可以了 翻扯太足了 并不是好事 至于因此事而少掉的那些无形的东西 则只能是在以后慢慢的再找回来了 虽然弟弟内围不争 让雍正很是郁闷 但却不能打消他的好心情 现在兄弟们还算是安分 即使未见得所有的都能细心的办事 但没有憋着给你找别扭的 这就已经不错了 另外 朝局上下一切都顺得差不多了 西北那边又取得了大节 所以这个中秋他过得也是格外的滋润 又是做诗 又是游玩的 还让十三阿哥就用造办处给崇阳过生日的蓝镜打些首饰做礼物 让一向都知道他对十三阿哥赴大方的蓝镜觉得有些奇怪了 朝局上的事顺了 十三阿哥就开始准备要退下来的事了 只是雍正已重他过甚 他已经推出去了一些职位 可是剩下的还有不少 这些都要找到妥当的人来接手 其中有一部分 他想让刚从西北立完战功回了不久的关注来承担的 也不怕人说你任人为亲吗 蓝镜看着十三阿哥问着 说就说了 我用的都是有能力的人 正因为是亲 我才看得更分明些 那也打算跟皇上推荐关注做什么 蓝镜很关心弟弟的前程 我既说他是个有能力的 那自然是要让他能够发挥到他的能力所在 虽然难免辛苦一些 但好在他年轻 正是可当造就的时候 也罢了 蓝镜一听十三阿哥的口风 就知道他给关注安排的必是职务繁重 不太能够偷懒的地方 不过在康熙朝 关注也不得置得够久了 在雍正朝 就让他好好的一展所长吧 不过他却还有一个人的安排要关心 只是那个乙都里也为他安排了职务 这妥当吗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乙都里确实有一定的才能 我跟他谈过了 看着他确实是悔过了 既然如此 就不妨给他一个机会 也省得你总要去安抚你六姐 我安抚六姐没什么 你推荐的人犯了错 不 犯错没什么 只怕他再行出什么不法之事 那才是打脸呢 没事 其实用他跟皇上提议的时候 我已经跟他说了 要用这个人就一定要谨慎 他才学是有 只是人品还说不好 现在看着还行 等身居仕途的时候长了 就说不准了 会对他量人量财而用的 蓝静点了点头 既然是领导先提出的 自家也已经是提前打过招呼了 那以后是好是逮 至少不用担什么责任 只是自己也得找个机会 叫六姐过来 好声地嘱咐他一番 这个机会是他们判了好多年的 现在得到了就应该珍惜 其实雍正会盯着他是坏事 也是好事 如果他真的能够行得正 取得了雍正的认可 那将来的前程也定是不会差的 十三阿格虽然给以都里安排了职务 但却只是基层的 并不是接受他身上现有的差事 他身上现有的差事的接任者 除了关注之外 更多的还是由他其他的兄弟们来接任的 看着十三阿格除了身上的爵位之外 其余的植物全都被转了出去 不管是皇亲国戚们还是朝臣们 都是惊讶一片 听说是十三阿格觉得身子不济 想歇下来好好休养的时候 有惋惜的 有称快的 有幸灾乐祸的 但羡慕的却是很少 在很多人的眼里 十三阿格若不是身子实在是撑不住的话 那他这样做的话就实在是太傻了 兰靖其实也有些犹豫 他原来希望十三阿格能早些退下来 但因为他的病 兰靖怕他在落个像历史上一般的鞠躬进瘁 劳累过渡 引得病痛加重而早早地逝去的命运 而现在 他的久久不能治愈的病 是因为他自己不想治愈 现在他的病已经是完全康复了 雍正既不像康熙会防着他 又对他有相当的信任和器重 在这样的环境下 正是十三阿格可以大展拳脚的时候 对关注 兰靖尚且觉得他在康熙朝憋屈得太过 在雍正朝就应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华 而十三阿格在康熙朝比之关注又是憋屈得多了 在雍正朝施展才华的环境则又比关注强得多了 那是得天独厚别人都不能急的 世间男儿有几个不想创一番事业的 如果十三阿格只是为了陪自己而放弃这些的话 放心吧 十三阿格对兰靖笑了笑 我不是只为了陪你才这么做的 我自己也想好好的松翻松翻 更何况还有额娘呢 太太宫中也憋了半辈子了 现在出来了 正可以带着他各处走走看看 可以带他去田山那里看看 蓝静建议着说 然后再看看欣然 正是啊 只要额娘喜欢 他想上哪都成 那孩子们呢 能跟你们一起走吗 这恐怕不行 十三阿格遗憾地摇了摇头 红肠皇上坚决不放的 还有红吞皇上也给留下来了 本来他还说享受欢会当公主的 被我以额娘舍不得为由推举了 推得好 蓝静正因为两个儿子不能同行而有些不太满意的心 又被十三阿格的话吓了一跳 还好他马上做出了解释 这才让他松了一口气 他自己又不是没有女儿 瞧人家的做什么 更何况 那公主是那么好做的吗 要不是也有安排 天然和欣然还不知道会被那两个教养嬷嬷弄成什么样呢 这还是你的提醒呢 要不我再也不会注意到这个事的 十三阿格笑来笑说 这事我已经跟皇上说了 他会想办法解决的 想什么办法 蓝静不以为然地说着 直接废掉不就成了 哪里有那么简单呢 十三阿格摇了摇头 公主府的制度是祖宗定的 会这么定是因为蒙古人多彪悍 怕公主嫁过去 会欺负 现在看来 这本是为了保护公主的规定 反而成了害他们受气的了 只是若直接撤了 那俄夫若是撒起野来 也是个麻烦 不过 这些都不是咱们的问题 就且让四哥去伤脑筋吧 他要收人家的女儿 总得先有个表示才成啊 除了咱们这儿 他还要收谁的女儿啊 还有太子和十六弟的 太子的也罢 干嘛要收十六弟的呢 没办法 有些要求止婚的蒙古人 可不是所有的只是郡主 县主就可以匹配的 皇上现在又没有女儿 可不就是只能在皇亲国旗里找了 兰静不管雍正要找哪家的女儿 反正不是自己的女儿就好 自私就自私了 这种事也没个公开谦让大方的 更何况 若是那教养嬷嬷的事都解决好了 那么德国公主的名号 也未见得就是一个坏事 当然 此种好事 欢会就不去感受了 等一切都快准备好的时候 兰静却发现了一个很悲催的事情 他怀孕了 兰静觉得很是无厘头 自己是记得十三二哥 有个儿子叫洪小 好像也是个嫡子 但是他也隐约的记着 这个孩子应该是在康熙年前出生的 于是当康熙年过去了之后 他就觉得可能自己这个身子 左病右病的把这个孩子给蝴蝶没了 没想到 在自己快四十高龄的时候 却又怀上了 既然怀上了 兰静当然也不会要把他打掉 但却很是想掩饰住怀孕的迹象 这好不容易才要走了 要实现自己盼了多年的梦想 若是这一留下来 养胎生子坐月子 等孩子再长大一些 就又得有几年了 期间也不知道 又会横生什么枝节来 可是希望是美好 现实却是残酷的 兰静这一次怀孕的反应 让他连一点掩饰的机会都没有 历史就被带了个现行 于是一切要走的行动 就全都被停了下来 已经规制好的行囊 又重新的被打开了 兰静看着东西 一样一样的被摆了回去 虽然一个劲的在劝着自己 还是免不了懊恼 而这个懊恼 在怀孕生产的荷尔蒙的刺激下 又被放大了 于是当十三阿格下差回来 看到的就是他又坐在了窗边 看着外面的风景 眼泪汪汪的 你这是又想什么了 十三阿格连衣服都没有换 就走到了兰静的身边 这老了老了的 居然还伤春杯秋起来了 你才老了呢 兰静没好气的 横了十三阿格一眼 逝去了眼中的泪 起身去柜子里 拿出了一身长服 结果一件却是自己 秀来准备他与自己出去游玩时穿的 不由的眼中又是一尸 好了 十三阿格走到了兰静的身边 伸手还着他说道 我知道你的心思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事不会变 我知道 兰静点了点头 将身子依偎进了十三阿格的怀里 我只是闲着没事胡思乱想 过了也就没事了 一边回过身来 帮着十三阿格换着衣服 一边说着 对了爷 这些日子你回来的都挺早的 我把差事该分的都分出去了 现在事不多 当然就可以回来早了 皇上就没有再给爷加回去吗 兰静才不信 雍正那个工作狂 会放过十三阿格这个劳力不抓呢 皇上倒是提果 不过我跟他说 接完了到时候还得再交出去 也怪麻烦的 倒不如就只办一些零散的差事就好 那他同意了 兰静挑着眉看着十三阿格 他没说话 十三阿格笑了笑 应该就是默认了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